其實後來解密的那個美軍資料 在台中清錢崗基地原子彈已經準備好 哪有說我這個只是測試你一下 根本其實也吞不下來 所以對中共來講他們是 美國的立場是你要打狗看主人 那誰是狗誰是主人 蔣幫是狗啊 蔣幫在他們形容裡面就是走狗啊 看門狗啊 美國主義的走狗 主人就是美帝國主義 有段時間叫做蔣匪幫 兩邊都是匪 到今天蔣經國的民意支持度還這麼高 我們一天到晚在講愛台灣 你看他在炮戰的期間 他就到最前線去 他後面就是地下公司 換句話說炮一打過來的時候 他就必須躲進去 整個八二三炮戰期間他都在進門嗎 他去了大概好多次 去了好幾次 因為他是國防部副部長 部長一大為受傷 而且吉星文這些陣亡 所以你一定 老先生不可能去嘛 蔣介石當然是在後方坐鎮 所以公子就要過去了 當然他一定要去啊 他不去他爹的江山就沒了 那個時候最有名是有些戰利記者陣亡的 那個陣亡不是 他是因為水鴨子搶灘的時候啊 結果那個翻覆了 翻覆了包括日本獨賣新聞記者 大概我記得是有六個 那只有一個台灣的老記者 就是好像青年日報吧 對 真信新聞報 就是中國時報的前身 其實跑戰地本來就很辛苦的 比跑酒店辛苦喔 俊耀對不對 也不會 酒店其實也是出生入死 對啦 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剛剛講大陸的宣傳品 文詞比較簡單 惡藥對不對 那兩岸當時是口號喔 我們來看一下 毛澤東當時對台灣的口號 是這樣講的 打倒蔣幫 解放台灣 學習台灣 辛戰韓話可以這樣喊嗎 他稱我們叫做蔣家小朝廷 還說蔣小頭目 都用過這種奇怪的句子 學習台灣喔 對 然後說一定要解放台灣 是他生前最大的願望 學習台灣這個是第一階段的口號 學習 第一階段的口號 為什麼呢 因為相對來說 蔣介石的口號是 一年準備 兩年反攻 三年掃蕩 五年成功 那你要掃蕩我 你要反攻我 當然學習你嘛 這個都是針鋒相對的 這都是針鋒相對的 這個就是講狠話而已 難怪俊耀說他們講的比較簡單 因為學習我們連畫面味道都有 對不對 我覺得他們這個是一個比較高的指導原則 但是到我們底下在執行的時候 就像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學說 因為我們都要做演習 行政公園還是要參與演習 演習的時候我們就要喊什麼 親愛的共軍弟兄們 你們已經被我們包圍了 放下武器 不要抵抗 你還是我們親愛的同胞 我們這裡有什麼熱湯 我們有美食 有美色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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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色我自己家的 請趕快快快放下武器 歸來這樣子 我們那時候其實每一個人都 每一個我們的官士兵都要參與都要喊 他們制定了一個終極目標 那我們就要去 對 反擊啦 對對對 我要講一個笑話 其實這種心戰喊話 搞到後來就是說變成一種很普遍的文化 我有一些朋友他們住眷村 那眷村跟眷村之間 有時候只是隔了一個篱疤 那有時候丟垃圾 他們叫垃圾 就垃圾就這一村 東村就丟到西村去 然後有的死貓死狗也丟過去 結果呢 他們也有喇叭 每個村村長都有喇叭 那個喇叭就講話了 對面的村子注意啊 你們再把死貓死狗 這個垃圾丟過來 我們就要打過去啦 心戰喊話 對 這就是心戰喊話 我記得以前喔 你說不管是唐宋元明清 每次天下大量在圍城的時候 不是都有那種四十抵抗嗎 對不對 圍城七十天有沒有 他們那時候的喊話都很簡單 就是城裡頭的弟兄們 熱騰騰的包子準備好了 我跟你講 那個在裡面已經餓到昏了 你知道聽到包子 我跟你講 真的手腳都軟掉了 不過那個時候喊話 其實主要是有賞 賺錢起義來歸啊 有賞 有黃金喔 對 有黃金 那個是最大的誘因 我永遠記得 那時候我們還小吧 吳榮根不是頒獎 拿那個黃金有沒有 幾千兩啊 幾千兩 對啊 講說講幾千兩黃金嘛 然後他不是... 不是他有接了一部分嗎 對不對 他一接的時候 有沒有 就降了一下我才知道 陳啊 那可真陳啊 對不對 這個是... 劉承師 劉承師 你說這是... 米格十五 這個佳基奇 就真的就飛過來了 大概是他們... 添了他們的廣播 另外 當然比較有名不是吳榮根啦 因為吳榮根那個是緋聞的 其實真的有名的是范園業 范園業是飛到了台南 是米格十九 就剛剛王楓講的 說他們去... 去這個... 這個是你嗎 對啊 怎樣 這是你喔 廢話 他也理過黃金 人中有年輕的時候嘛 對 他不是榮根 這個就是... 來...我們開鬧一下 這個就是溫生 旁邊就是范園業 這個是溫生 然後這個是范園業 我記得他的臉頰很特別 兩個球一樣對不對 范園業的臉 那那個... 那次為什麼你們會跟他一起喝酒 採訪 在空軍新生社 我記得那年還為了這個范園業來改了一個考題啊 喔 那個聯考的作文題目改啦 喔...我不想... 連夜抽換了一個考題啊 對啊 所以我... 我...我...我那個時候小時候啊 就很好奇嘛 也是聽那個台灣的那個中央廣播電台啊 他們就有經常有那種節目 嗯... 就是號召中共空軍或者中共海軍起役 嗯... 那空軍起役 那...飛機飛過來呢 他一定要說猛烈的搖擺機翼 嗯...那... 國軍就知道你要起役來歸了 嗯...嗯...嗯... 那...其實喔...海軍的... 他是...駕駛...他如果駕駛海軍的驅逐艦的話 好像是一萬兩 那個是最高的 嗯... 飛機好像... 有海...有海軍過來過嗎 沒有嗎 好像只有登陸艇 砲艇 砲艇 對 OK 來我們看一下齁 這個地方還有寫 他說 包圍打台灣 然後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 哦...哦... 所以打狗看主人就這句話了 打敗紙老虎是誰 這是毛澤東講的 最有名的 Paper Tiger就紙美國人 哦... 他...原來是說 一切的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 嗯...嗯...嗯... OK 再來 那我們這邊講的是什麼呢 我記得小時候就很常聽到的嘛 沙豬拔毛 對不對 這個沙豬拔毛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啊 不是 是不錯啊 可是很多人會聽不懂 像... 我現在七年級的 他問我說 不知道 他說 沙豬就沙豬 不是拔毛 燙一燙就好嗎 幹嘛拔毛呢 真的 到現在很多人就不曉得 什麼叫沙豬拔毛 這個... 搞不然很多人都不知道豬是誰啊 豬是... 豬德 豬德 是他們的元帥 紅軍之父啊 對... 紅軍之父 元帥排第一的 那毛澤東呢 毛澤東是國家主席啊 在他上面 蒋介石是... 革命軍之父 那... 那豬德是很會帶兵嗎 十大元帥排名第一的 他是戰略很棒還是戰術 對 他算是... 一起就是有革命情感的 一輩子啊 周恩來這幾個 就要三文一體啊 長得醜 嚇人啊 嚇人就把敵人嚇退了 他們帶的兵啊 其實現在回顧一下 這是解放軍當年 敲鑼打鼓 其實裝備很簡陋耶 那國軍不是更慘 你看那個連... 這個... 這個人還連綁腿都沒有耶 對不對 這樣子... 這樣子打天下對不對 他們有眼心啊 你看那大陸出的這個... 標語口號裡面啊 他們這個就是說 你看... 打到南京去 活桌蒋介石 連這個鞋子下面 都鞋的... 打老獎 保家鄉 對不對 他們都有押韻的 打老獎 鞋底裡面都有文章 因為他們的這個... 部隊的這些戰士齁 基本上教育程度都不高 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些 比較通俗易懂的這些... 口號 口號去... 去教育這些戰士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們工作做得很好的原因之一齁 就是說 比方就以農村來說的話 他們喊的口號就是窮人翻身 窮人翻身 然後把地主的田地 全部分給一般的店農 那所以這些老百姓呢 他們就不會... 他們就不會再歡迎國民黨回來 因為你國民黨回來 地主又回來了 那我又田地又沒有了 所以這個對他們的誘惑力很大 還有溫生剛剛提的... 拿了那個照片喔 看他們穿的那個樣子 可是我們來做個比較喔 共產黨的部隊是... 一個口號是... 小米加步槍 什麼叫小米加步槍 他們這邊有個包袱 這個包袱裡面是把米拿去炒 炒熟了之後就放在這一個米袋子裡面 然後餓了就... 一面吃... 一面開槍 那是小米加步槍 那國民黨的部隊到國共戰役的末期的時候 有些部隊啊 後面還拖了很多的軍卷... 眷屬... 媽媽... 媽媽帶著小孩... 那你想想看 人家是日行百里 人家一天可以走一百華里 大概五十公里 那我們呢 大概一天走十公里都不到 拖著老的小的你怎麼走 這個部隊怎麼打 沒辦法打 那這些年來共軍都沒有腐敗嗎 有啊 做生意啊 那... 那我就放心了 他們先是... 他們先是... 他們先是向前看 1 2